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认证 和将几百万的车几十万的包放上微博炫富的表现 20岁女孩郭美美成了过街老鼠 就在沉寂两个多月后 郭美美再次蠢蠢欲动 于近日接受了两家杂志媒体的专访 再次引发系列冲击波 在事发两个多月后 郭美美第一次出面接受了南方都市报的专访 似乎已经准备再度回到大众的视线 不过媒体对她的质疑却依然不减 南方都市报的专访记者就连用几个问号 质问她和所谓干爹王军之间的关系 我想问一下我身边的男同事 如果你有几千万 对一个女孩没有非分之想 会不会平白送给她一辆两百万元的车 如果不是几千万是几十亿呢 你的这个干爸有几十亿元吗 我这么说是不是对他不好 实际上他有几十亿元吗 确切多少我也不知道 肯定不是像你说的几千万元 自从干爹干女儿的非正常关系曝光之后 不仅让郭美美成了众矢之地 也为王军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波 王军甚至不堪压力 辞去了在中红博爱担任的职务 不过在接受记者专访时 郭美美谈起这一段却显得言语轻松 让人难以理解 这辆车给他的生意以及家人带来这么大的影响 你觉得他的妻子会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问过他 他可能怕我是小孩承受不了这些压力 反而可能是跟我妈说了几句 没有想过现在还给他 想过他不要 他说送都送了不要了 因为这个风波我们也不再联系 感觉多少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了 我不好意思接他电话了 会下意识抗拒这个人 会觉得怪怪的 而对于自己在微博认证上给出的 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头衔 郭美美再次宣称 是自己一时贪玩而铸成大错 因此他还字典是白痴 不过即使如此 这样的辩白依然显得荒谬无力 现在你回忆起你改这个 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身份认证 当时是什么心态 当时是四月份的一个下午 我闲着没事 就看关注的好友的微博 他们的资料都是总裁总经理 但是我知道有几个并不是 其中一个我们班的同学 只是拿十万元钱去注册了一个公司 他只不过注册了一个公司名字 就变成了CEO 我就干脆也改成了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 而在专访的最后 当记者询问郭美美 最近一系列出击娱乐圈的举动 他表示自己从小就向往当一名演员 并一直朝这个方向努力 最近还在张罗初单曲 一切的原因就是天生励志难自弃 你觉得自己漂亮吗 当然觉得自己漂亮 我不是说多漂亮 但是我从来没觉得自己丑过 你觉得除了拥有美貌之外 你还拥有哪些财富 我一直觉得我拥有一颗善良的心 以前我是淳朴善良 现在可能只有善良了 就在南方都市报 对郭美美连连发问的几乎同一时间 时尚杂志佳人也将郭美美作为重点人物 不仅对其进行了专访 还很合心意的为她专门拍摄了一组所谓的时尚大片 不少网友对此表示了反感 大多数人在网络留言称 这看起来并不是想要将事实讲清 倒有几分为郭美美进入娱乐圈打头阵的架势 看到郭美美上家人杂志封面顿感无语 郭与芙蓉预奉的炒作性质不同 后者是无害的 前者则伤害了全体纳税人的感情 利用郭的名气进行商业牟利 是一种漠视民意的无底线 是一种背叛 同样是专访利益高下立刻显现 大多数网友表示 无论是作为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郭美美 还是即将进军娱乐圈的艺人郭美美 都应该对自己的言行举止负责 在她深刻潜讨自己的错误之前 大众是不会轻易接受的 而她的所作所为也不会因为换了身份 就能让人彻底忘记 新娱乐再见